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卷手第一幅是屈原的画像 其余十幅分别描绘了十位神仙 在长约六米的画卷上 画家共描绘了十一幅画面 画中的屈原呈战立姿态 他身穿宽秀长袍 面容轻瘦而憔悴 虽然忧心忡忡 却不失端庄之态 这幅画像是中国现存古代绘画中 最早的屈原形象 画家采用独特的白描画法 来描绘想象中的屈原 单纯的用线来描绘物像 这是中国画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 一种画科 那么很有意思 它跟西方的素描 也就是用面来表现物像 正好相反 可以互补 张沃这件作品 可以说是目前传世的白描经典里边的最高代表作 线条非常的圆润 饱满和灵动 可以说是达到了白描线条的最高境界 九歌图集合了诗歌 书法和绘画三种艺术 每幅画都配有传书提诗 诗的内容取自九歌 九歌是屈原 根据楚国民间纪神乐歌改编而成的 共有十一篇 包括乡军 乡夫人 东军 和伯 山鬼 以及国伤 礼魂等 其中 国伤和礼魂的内容 主要是悼念和赞颂 为楚国战死的将士 其他篇章 则大多描写神灵间的眷恋 表达出深深的思念之情 和希望破灭时的伤感 九歌实际上是楚国祭祀活动中 那么祭祀九种神奇或者先烈的时候唱的歌 屈原把它规范整理 成为很好的文学作品 那么里边的形象非常的生动 便于画家来表现 当然表现这个有相当的难度 就是把文字怎么样翻译成形象 据史料记载 在中国历史上 最早以九歌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的 是宋代画家李公林 可惜 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元代的赵木甫 明代的裘英 清代的陈红寿 以及近代画家徐邦达都曾创作过九歌图 这些画中 大多也是用白描技法描绘的 张洛画九歌图的时候 距离屈原去世已经有1500多年的时间 可见中国人纪念屈原有很长的历史 人们纪念屈原因为他爱国 坚真和才华横溢 这恰恰符合中国人心目中完美人格的标准 所以屈原成为历朝历代都会纪念的历史人物 据记载 屈原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人 他出生于公元前三百四十年 二十六岁时担任楚国的三驴大夫 当时楚国和秦国争夺霸权 屈原主张联合齐国共同抗秦 他的主张遭到了朝中奸臣的诋毁 楚怀王天性谗言 便疏远了屈原 后来楚湘王继位 屈原被放逐到江南地区 写下了著名的常诗黎骚 他在诗中发出了 常态兮一眼涕兮 哀民生之多尖的呐喊 留下了千古名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在被放逐的日子里 他还写下了九歌九章等二十多篇诗作 公元前227年 楚怀王去世 不久楚国被秦国所灭 屈原得知这一消息后 决定以死明治 他于当年的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 投密罗江而死 相传当地百姓为了不让屈原的遗体被江中的大鱼吃掉 他们纷纷投下粽子喂鱼 还有许多人划船追赶 想要拯救屈原 于是在此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 人们便使用包粽子 塞龙舟等方式 纪念这位爱国诗人 到了中国唐代 朝廷以法令的形式 将端午节与春节 中秋节并列为三大节日 每年的端午节这一天 举国上下都会共同纪念屈原 据史书记载 唐玄宗曾经在端午节赐宴赏医给朝中的大臣 唐代诗人杜甫就在端午日赐医这首诗中写道 宫衣意义有名端午备恩荣 细阁寒风软 香罗叠雪轻 自天提处诗 当属浊来清 意内称长短 终身贺盛寝 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下 端午节称为赞颂爱国热情的节日 每逢这一节日就有众多诗人作诗 以诗明智 以诗纪念屈原 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未屈远 看笑愁江空渺渺 不能喜得直尘渊 这是唐代诗人文秀所写的诗 名为端午 北宋文学家张磊 在贺端午一诗中写道 净度深悲千载渊 终魂一去 聚能还 国王身陨金和有 只留离骚在世间 作者通过这首诗 表达出对屈原深深的怀念之情 民间纪念屈原的各种活动 形成了端午节特有的风俗 最受人们欢迎的是赛龙舟 唐代诗人张建峰 在静度歌中有这样的描写 古生三下红旗开 两龙月初浮水来 照影卧波飞万箭 古生劈浪 鸣千雷 如雷的鼓声 如雪的浪花 风驰电掣般的速度 还有两岸观众的呐喊声 构成了一幅 古代龙舟进度的真实画面 除了华龙舟以外 端午节还有吃粽子的习俗 古人称粽子为脚鼠 这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代绘画 端午节 国脚鼠 描绘的是宫廷包粽子的场面 可见在端午节期间 无论民间还是宫廷 都有包粽子吃粽子的风俗 南宋诗人陆游在龟州宠武一诗中写道 这首诗描写的诗人坐在船上观看赛龙舟时想起在家里吃粽子的情景 每年的端午节 中国古人还有插艾草和昌仆的习俗 艾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而昌仆是水生草本植物 端午节前后 正值夏季 高温多雨 人容易生病 古人利用艾草和昌仆散发出来的振振药香 达到防疫趋温的目的 北宋文学家苏氏所写的词 少年游端午赠黄手徐军游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蓝条见玉 昌花酿酒 天气尚清河 好将深醉愁佳结 十分酒一分割 其中蓝条和昌花指的就是艾草和昌仆 中国的花卉画家呢 还喜欢画一种武锐图 也就是说呢 在端午的时候 人们用来驱邪避会的五种植物 这个包括西洋画家朗世宁 用西画的技法画武锐图 非常独特 那么呢 反映了当时啊 这个清廷的这个端午习俗 这幅由清代宫廷画家朗世宁所画的武锐图中 青瓷花瓶里插着昌仆 艾草和盛开的石榴花 薯葵花 托盘中的李子 樱桃 以及旁边的粽子 都是端午节的应节之物 中国人纪念屈原的历史十分悠久 从战国时期开始 至今已历经两千多年 历代诗人画家在端午节期间 创作了大量纪念屈原 描写端午风俗的诗词和绘画作品 这些流传下来的古代诗画呢 成为我们了解 中国悠久端午文化的重要载体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